在陸神土地宫以及五谷神龙大帝的神教进场仪式之下 国庆香今年的陸神祭活动正式展开 新议员邱美琳表示 陸神祭的开始就是国庆香陆荣开始采收的季节 也邀请全国的好朋友有需要也可以来到国庆香采购 其实我们的南港村全村的人几乎都是有仰赖于我们陸荣的养殖业 那陸荣的收成对他们的生活效益非常的大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个产业的推动 能够把我们这个陸荣能够协销到全国各地去 那这个陸神祭的开始就表示说我们南港村的陸荣已经开始可以采收了 那希望说透过这个陸神祭感恩的典礼 能够换起所有的人来我们南港村这边买陸荣 陸荣是一个很好的养生产品 希望大家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一起来我们南港村买陸荣 先议员林芳宇表示 陸神祭的活动每年都会吸引大量游客来到国庆香游玩 今年特别结合国庆香琵琶、咖啡等产业共同来行销 除了肯定国庆香公所的用心之外 也欢迎大家来到国庆香采购最优质的产品 可以看到的是我们在地的一些感染 优质的琵琶以及我们香农的咖啡 其实这边的除了陸荣之外 还有我们的优质咖啡 以及在地的一些农特产都是相当有特色的 其实在这边的品质也相当优质 尤其是这边的水鹿吃的都是我们新鲜的牧草 以及玉米还有其他的都是 所以才能够养出每一头的水鹿都是头好壮壮的 在这里欢迎全国的这些好朋友们 要新鲜的陸荣要尽快 国庆香因为环境气候非常适合水鹿养殖 加上今年来农委会辅导改进水鹿养殖的方式 让国庆香的陸荣产业不论是品质或是产量都有所提升 副理长排卷也提醒乡亲 可以到国庆香选购陸荣用型养殖品质优秀的陸荣 记者陈伟一 国庆香采访报道